女人正在湖里准备洗澡 下半身突然一阵不适 似乎有东西钻进了裤裆里 她急忙向一旁的男人求助 男人小心翼翼地走近 此时女人身体僵硬完全不敢动 男人只能尝试伸手去摸 趁女人不注意 偷偷露出坏笑 但很快就笑不出来了 手忙脚乱地将抓到的蛇扔掉 原本两个毫不相干的人流落荒岛 这次意外让两人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女人曾是一个时尚杂志的编辑 三天前她答应了男友的求婚 为了庆祝 男友还制定了六天七夜的小岛蜜月旅行 可还没开心两天 女人就接到了公司要求她加班的电话 无奈之下女人只好改变计划 独自乘坐岛上的小型飞机返回公司 谁知半路上下起雷电 闪电击中飞机 直接破坏了飞机上的无线电 无法联系到塔台 很快在茫茫大海上空失去方向 机长奎因打算在不远处的荒岛降落 但在飞机降落的过程中 飞机的一侧起落架被严实折断 飞机失控扎进沙滩 彻底失去动力 第二天 两人才发现已经彻底迷失了方向 就连手机也没有一丁点信号 如今离开小岛的唯一办法 或许就只有这把信号枪 次日一早 罗平被一阵飞机的轰鸣声吵醒 他急忙叫醒奎因准备发射信号枪 谁知奎因却喝得烂醉 半天都没有反应 无奈之下 罗平只能掏出奎因腰间的信号枪 但就在他准备发射的过程中 烂醉的奎因一个转身半倒罗平 信号弹偏离方向打到了一旁的树上 罗平气得骂骂咧咧 奎因才半睡半醒的起来 当他看到空空如也的弹甲 和莫名躺枪的棕榈树 彻底清醒了 在他对罗平的行为表示不解时 罗平反过来责怪他 因为烂醉错过了获救的机会 不看不要紧 一看奎因差点吐血身亡 那可是一架时速600公里 飞行高度高达5英尺的喷气客机 就算核弹爆炸 他们都不一定看得到 奎因大骂罗平 就是个娇生惯养且无知的大小姐 而罗平却觉得是他这个三流飞行员 才导致他们流落荒岛 双方互相把对方看成显眼包 但又不得不一起外出寻找淡水 毕竟失去唯一求救工具的他们 不知道还要被困在这里多久 而也是在这个过程中 罗平渐渐发现 奎因起码是个实实在在做事的男人 跟着他应该不至于饿死在这里 而罗平虽然总是叽叽喳喳 但也给生活单调的奎因带来了一丝乐趣 身为时尚编辑的罗平 流落荒岛也不能忘记打扮自己 而奎因则一心研究如何生存 辛苦了大半天 将自己裹成了一个粽子 罗平感到疑惑 奎因表示他这是要引诱前面的绿毛鸡 罗平却认为绿毛鸡那么好看 怎么能用来吃 但当奎因将香甜可口的果酱 撒在金黄酥脆的绿毛鸡上时 罗平却换衣服面孔 扭扭捏捏地走上前 靠近烤鸡仔细闻了一口 奎因不想与他计较 递给了罗平一根最大的鸡腿 哎呀妈真香 饱餐一顿后 两人站在海边欣赏一番城市里 未曾看到过的满天星空 瞬间感觉被流落荒岛也并没有很糟糕 此时在酒店里 罗平的未婚夫和奎因的未婚妻 终于收到了两人失踪的消息 酒店很快派出直升飞机 准备带两人出海搜救 孤男寡女被困在四面环海的荒岛 地图上压根没有显示这座岛 这就意味着 他们被搜救队发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在两人陷入绝望时 另一边出现的一艘邮轮吸引了他们注意 幸运的是邮轮还在准备下矛 可不幸的是 他们已经浪费了手里唯一的信号枪 两人只得徒步下山 奋力划着皮划艇去求救 愣是在海面上飘了一夜 眼看离目标越来越近 女人惊讶地发现邮轮竟然变成了两艘 男人拿过望远镜一看 他们准备求救的邮轮上全是海盗 男人立马制止了女人的喊叫 调转皮艇方向 拼命往返方向划去 女人一看才发现海盗们简直惨无人道 男人拼命划着皮艇 不过皮艇鲜艳的外表还是引起了海盗的注意 而且女人正好和海盗来了一个对视 男人使出浑身解数 可三名持枪歹徒乘坐的是燃油的皮划艇 对方来势汹汹 一旦被抓到 他们肯定会死 眼看即将靠岸 海盗直接拿起机枪开始疯狂扫射 为了保密 两人弃船跳进大海 好不容易游到岸边 海盗也紧随其后追了上来 在一片茂密的树林里 奎英指使罗平躲到另一边 自己则留下准备用陷阱正面抵抗 好在奎英伸手还算不错 两个海盗很快被打倒 罗平健壮也抄起木棍开始攻击海盗 但他们忘了对方是三个人 罗平被挟持后 奎英也被迅速制服 就在海盗准备宰了他们时 罗平说他们在岛上发现了黄金 他们两口子正是为那些黄金而来 显然 这只是一个拖延的借口 在两人带着海盗去找黄金的路上 趁其不备滚下山坡 又获得了短暂喘息的机会 但很快他们就被逼到了一处悬崖边 似乎只有跳下去才能驳得一线生机 罗平却十分害怕 奎英健壮直接给了罗平一个吻 然后趁其不备 一把将罗平推下悬崖 紧跟着自己也跳了下去 成功从海盗眼皮底下逃走 另一边 迟迟没有未婚妻消息的男人一直闷闷不乐 殊不知 大难不死的未婚妻在经历过一次生死冒险后 心里对奎英有了一样倾诉 只是两人还算理智 虽然暂时躲过了海盗的追击 但他们必须尽快想办法离开荒岛 途中两人发现了一架遗落在树林里的飞机 但显然飞机已经跟大树融为一体 没有修复的可能 不过这里可以作为暂时歇脚的地方 白天两人都经历了这辈子没经历过的遭遇 晚上好不容易回归了平静 但两人的内心久久无法平静 只是两个人都明白 尤其是罗平 前不久才答应了未婚夫的求婚 但让罗平没想到的是 未婚夫在和奎英的女友一起搜寻他们的过程中 率先没抵挡住诱惑给他戴了帽子 而被困荒岛里的两人互相依靠 奎英突然发现了可能离开荒岛的办法 孤男寡女被困荒岛 男人想利用已经和大树融为一体 荒废在这里50年的飞机逃出荒岛 第二天 女人被一声巨小惊喜 发现男人自信地爬到荒废的飞机上 经历几天的相处 罗平相信这个奎英可以做到 很快 废弃飞机上的两个浮筒被卸了下来 两人将他们放进水中艰难脱行 这是他们现在唯一能逃出荒岛的希望 但渐渐地 河道变窄 形成了一段又一段的瀑布 虽然他们必须经过这条河道 才能将沉重的浮筒运到指定位置 但面临着危险 水流和陡峭的坡度下 浮筒失控 不料奎英忘了牵引浮筒的绳子还挂在脖子上 他连通浮筒一起被水质冲到下游 罗平焦急地查看奎英的情况 好在下游的河水足够深 奎英很快平安地探出脑袋 在奎英的经验指导下 两人顺利拖着浮筒来到了海滩 他们来时乘坐的飞机发生故障 一侧起落架折断 致使飞机无法起飞 但有了这两根浮筒 奎英信心满满 罗平也干尽失足 两人利用砍来的树枝做支架 然后将绳子穿过支架 绑在飞机的机翼上 通过收缩绳子的工具 将陷入沙滩里的一侧机翼抬了起来 紧接着 两人又找来无数竹筒 在飞机的起落架底下挖出一个大坑 然后将浮筒放入大坑 两人越干越有劲 仿佛离开荒岛的曙光就在眼前 飞机的起落架被正好卡进浮筒 再在飞机上凿开几个洞 穿过提前绑好的竹筒 很快 一架能在海上起飞的飞机出现雏形 但在两人调整部分细节时 突然听到了一阵异响 紧接着一声炸弹在身后爆炸 原来是先前没有抓到他们的海盗重新折返 两人来不及做其他调整 海盗一副要将他们赶尽杀绝的嘴脸 一枚接一枚的炸弹朝他们发射 奎英不幸被擦伤 罗平连忙将他扶上飞机 但海盗仍旧持续不断地朝他们轰炸 看到飞机成功被启动 海盗老大气不过准备亲自上手 但飞机已经进入水中 正在加速朝海盗所在的方向驶来 海盗的导弹也已经上膛 飞机上的两人拼尽全力拉动操纵杆 在距海盗船还有100米的地方成功起飞 海盗发射出来的导弹与他们擦肩而过 但海盗们似乎忽略了一个问题 两人成功逃离荒岛 但奎英知道他可能无法坚持到着陆 紧急给罗平培训飞机驾驶技术 现实情况也容不得罗平拒绝 殊不知 久久没有两人消息的家属 已经开始举行葬礼仪式 突然远处传来一声飞机的轰鸣声 罗平成功驾驶飞机回到度假的小岛 但如何平安降落成了关键问题 罗平努力回想奎英昏迷前交代的步骤 可毕竟是第一次开飞机 在接触到海面的一瞬间 飞机就失去控制 不过好在飞机的下方装了服桶 两人也算是平安着陆 虽然两人成功得救 但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他们眼前 两人各自都有另一半在等着他们回家 不过在他们流落荒岛期间 他们的家属之间也发生了一些意外 在岛上休养的这段时间 罗平终于下定决心 准备跟未婚夫坦白 他觉得两个人之间一旦有了阴影就不能结婚 未婚夫还以为自己的背叛被发现 他努力跟罗平解释他那天完全是一时冲动 可罗平却一脸猛 两个人这才发现 原本是婚前蜜月的旅行 却让他们各自在途中 找到了另外一个更合适的人 两人心平气和地成全了对方 直到罗平即将离开时 奎英也意识到他是心知所向 他带伤在机场上狂追 可罗平搭乘的飞机已经起航 就在他以为就这么错过时 罗平从飞机上走了下来 两人从此过上没羞没骚的生活